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Jenny 最近贷款日历又创历史新低 你是不是也在考虑做重新贷款呢? 在决定做重新贷款之前 应该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自己目前的贷款方案 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Jenny做了一系列的短视频 就是希望帮助忙碌的您 对贷款有基本的认识 毕竟这是我们人生中一笔很大的借款单 当然如果您希望在贷款旅行中更顺利 也欢迎跟我联络 我会针对您的状况 找适合您的贷款方案 如果您已经有了银行的估价单 我也会试着帮您找到更低的方案 我的目的就是为您省钱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 重新贷款的目的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我相信做事情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样才知道自己要取舍的是什么 基本上最常见的重新贷款 目的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也是大部分人重新贷款的目的 那就是减少每个月的付款 别忘了注意 每个月省下的钱 和重新贷款的费用之间的关系 建议您参考 Jenny的重新贷款费用视频哦 第二,缩短贷款期限 比如有些借款人想要从30年改到15年 希望赶快付清债务 减少付利息的时间 通常这种方案呢 利率会比较低 但是每个月的付款就会相对比较高 第三,摆脱抵押贷款保险 这是针对购物时首款没有20%的朋友 这些朋友可以通过重新贷款 来甩掉每个月需要付的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简称PMI或者是MI Mortgage Insurance 第四,Casual就是把现在房子的市价 扣除贷款金额抵押 并拿出现金出来 通常这都是针对急用现金 或者是有其他用途的借款人 不同的目的都会关心到你的利率 所以在收新贷款之前 最好是知道自己目的是什么 因为利率每天都在变 有时候会变个三到五次 在你犹豫的时候 利率又变了 决定好,准备好 就别忘了锁定利率哦 好,希望这短短的视频 对想要贷款的您有所帮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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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